下周五就是总统选举投票日 三名或提名的候选人将会通过两段电视广播竞选宣传时间 发表竞选声明 首段的竞选广播将会在明天播出 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发表文告说 明天播出的竞选广播当中 候选人将会根据选民册中的反映的姓名字母顺序发言 也就是说 第一个发言的将会是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前首席投资长黄国松 其次是前国务资政尚达曼 第三位发言的是直总英康前总裁陈清亮 在下周三的竞选广播当中 顺序则会是相反的 这两段的华语广播将会在晚上十点半 于八频道和四个广播电台播出 以及晚上十一点半于优频道播出 另外合格选民如今也可以通过 电子政府密码的手机应用SingPass来查看投票站 只需要点击电子身份证下方的电子投票卡选项 屏幕就会显示相关的地址 选区 选民编号和投票区等详情 投票日当天 选民也可以通过这项服务 查看自己在投票站的排队号码 选民会在这两三天 透过邮寄的方式收到投票卡 中文字幕提供